记者陈凤丽南投报道,中华电信299分之499母亲节优惠方案,不是都会去的南投县依然人满为患,草存服务中心上午10点抽牌机就烧掉,现场改用手写号码,傍晚手写号码易于1600号,民众担心打烊前还排不到,知道工作人员保证7点半前进营业厅都没问题, 大家才放心,由于资费与先前相差甚多,媒体是算只要违约金在2000元内都划算,因此中华电信草屯服务中心一开门就人山人海,有红杏民众上午10点半多到场,抽牌机已烧掉,拿到的手写号码易1170多号,他笑称回家睡个三小时午觉再来还来得及,下午4点出头, 手写号码牌已发到1589号,很快就超过1600号,消费者担心到6点半打烊也轮不到,工作人员允诺今天晚一小时打烊,到晚间7点半铁门拉下钱进来营业大厅等候的, 接客办理,不止服务中心人满为患,今天有不少民众打0800的客服电话,根本无人接听,连上网都无法连线,即使只是想上网缴费都没办法,已经办好换约手续的高兴民众表示,自己的违约金不到200元,所以非常划算, 但是女儿的违约金将近一万元就放弃办理。